和微雨一起看時間 大家好 在50年代末 香港街頭 一個風韻遊存 氣質不凡的女乞丐 咬著煙斗沿街乞討 偶爾倚靠在街角的台階上曬太陽 全然不顧人們訝異的目光 這個女乞丐竟然是民國第一艷辛 楊奈梅 民國初期受西方文化影響 末篇電影逐漸成為上海灘 最時髦的新鮮玩意兒 中國傳統的男女不同臺 女爵由男人反串的文明系規則 逐漸被打破 上海灘湧現出許多風華絕代的電影女明星 比如青春見美的影明珠 端莊大方的王漢倫 都深受觀眾喜愛 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全民偶像 直到另一個女子以妖艷之姿登上螢幕時 民風依然保守的觀眾 不由得大吃一驚 這個女子叫楊麗珠 一名楊奈梅 是中國第一個艷辛 人生如戲這幾個字 用在她身上是一點也不為過 今天我們就來說一說她的故事 看看她在人生彌留之際 到底說了什麼 1904年 美麗的楊麗珠出生在上海 她的父親楊逸出 是當時廣東最有名的大富商 後來到上海經地產燃料等行業 締造了十里洋場首屈一指的富豪家族 楊麗珠從小就受到寵愛 父母視她為掌上明珠 溺愛有加 她也逐漸養成乖張任性奢華居傲的大小姐的脾氣 父親原本打算送她出國深造 回來繼承家業 光宗耀祖 其料 楊麗珠對讀書是絲毫提不起興趣 卻熱衷於參加各種課外娛樂活動 她常常和母親去劇場看演出 發現自己對表演很有興趣 在上海 物本女中畢業以後 楊麗珠總是打扮得星期時髦 去電影院看西洋電影 或者是在舞池中出盡風頭 並且因此結交了有中國電影之父之稱的鄭正秋 後來明星公司的創辦人之一 楊麗珠對於傳統戲劇中男人反串女人的裝腔做事 極為不屑 總是覺得要是自己登台 演得必然會好上百倍 1923年明星公司籌拍劇本《御離魂》 劇本改編自鴛鴛蝴蝶派小說家徐鎮亞 可謂是宴情小說的《開山之作》 也是關於她自己的故事 描寫一位書生何夢霞 在無錫附身崔家當家庭教師 和崔家的首寡媳婦白梨娘相戀 兩人同處一屋 卻避不見面 僅通過梨娘之子為兩人傳遞書信 互訴情愫 後來白梨娘將小姑崔君倩 許配給了何夢霞 鄭正秋剛和王漢倫簽約 女一號定了 但是卻苦於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扮演小姑君倩 她是一個富家女 美艷而略帶驕縱 正在此時 19歲的楊麗珠找上門來 毛遂自見 眾人驚喜不已 因為眼前的女子長相美艷 身上散發著嬌貴的氣質 這樣的形象簡直就是電影中小姑君倩 她給自己取了個藝名叫做楊奈梅 從此正式邁進影壇 想不到呀 一年以後《玉離魂》上映 竟然轟動一時 楊奈梅也因此一炮而紅 同年電影公司又為她量身定制了幼婚 她在戲中刻畫的人物是一個放蕩不羈的摩登女郎 她每天帶著自己的一大皮箱衣服趕去攝影場 頭髮也是最新式樣的燙髮 在一些情感戲中 她還學好萊塢明星的表情非媚眼 她大膽出位的演出 使其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 第一位炙手可熱的燕心 連她的日常生活 穿戴打扮 舉止行為 都成為了當時時髦女性的效仿對象 與她同公司的男性 公駕農 在《公駕農從飲回憶錄》中說 南京路的何永安外灘的 惠羅公司的最新女性用品 奈梅總是第一個顧客 幾家著名的服裝公司 更因為奈梅的光臨而生意新濃 奈梅的服裝飾樣是新奇的 髮型是新奇的 這亦正如前幾年賀本型頭髮為人效仿一樣 而衣室的標新立翼 更助長了明星的燕名 記得有一次她穿了一身新設計的珠光閃閃的衣服 邀我和湯傑幾個人去卡爾登跳舞 一近五天 便使所有的女客投以驚線的眼光 南客們更為她卓越的風姿所炫感 我和湯傑雖已經是老主顧 但是在眾目所示的局面下也弄得很窘 而奈梅卻以眾人的驚線感到驕傲和滿足 正當她被無數影迷擁促和追捧的時候 父親楊一出 當頭給她澆了一盆冷水 她不許自己的女兒放棄大好虔誠 甘願墮落成一個低賤的戲子 對於她演出的那些輕浮艷厲的角色 更是火冒三丈 無法接受 父親下令不許她再出門演戲 眼看著正在實現的明星夢 就要破滅 叛逆而倔強的楊奈梅對眾人的追捧和美光燈的聚焦 有著超乎尋常的執著 她不惜離家出走 跟父母決裂 在脫離了家庭的束縛後 楊奈梅更像是一匹脫僵的野馬 愈發放任自己 除了陸續接拍了好哥哥 新人的家庭 空古蘭等電影之外 她還肆無忌憚地日日混跡於各種交際場所 跟各種公子小開 私混 她主演的電影《良性的復活》是包天校 根據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改編》的故事一波三折 講述了一個美麗的姑娘綠娃 受富家公子伊道溫引誘 獻出了少女的真操 伊道溫一去不復返 綠娃懷孕生子 飽受磨難 流落青樓 後來被指控殺人嫌疑 而被捕入獄 法學院學生在法庭旁聽的時候 見識自己昔日的情人綠娃 良心發現搭救綠娃 並且依然將其作為妻子 接回家中的感人故事 《良性的復活》獲得空前的成功 連演了20天 場場爆滿 為了達到宣傳效果 在供應期間 電影公司在螢幕後面的舞台上 預置了一道布景 當影片放著綠娃當了奶媽 被主人辭退回家 見到兒子已經夭折 大痛 而昏厥的時候 螢幕徐徐升起 臺上燈光通明 扮演綠娃的楊奈梅登上舞台 首府搖籃 哀婉地唱起了專為這部電影所作的主題歌 《乳娘曲》 《金錢拆散了人家母子不相逢》 《階級你把我的嬌兒送了鐘》 唱臂一幕在緩緩落下 繼續放映電影 這種別出心裁的安排 將氣氛推向高潮 楊奈梅挨婉的嗓音 不僅讓台下的觀眾為之潘然淚下 甚至把許多路人也吸引過來 這個宣傳新朝一出 把無聲影片加入了有聲元素 給觀眾帶來前所未有的體驗 在上海灘刮起了一股不小的旋風 成為上海灘的頭條新聞 這首《乳娘曲》是中國第一首電影歌曲 後來由百代唱片公司 灌成了黑膠唱片 但發行數量極少 如今已經成為見證中國電影歌曲歷史的珍惜之物 在拍攝《幼婚》時 楊奈梅結識了頑固子弟王極廷 兩人同進同出 親密無限 而拍攝《空古蘭》時 她又和男主角朱菲如交似妻 朱菲生得風流倜傥 兩人經常一起沉溺於紙醉金迷之所 朱菲後來因為毒癮過身 28歲年紀就慘死 楊奈梅住在艾多亞路的二層洋房裡 每天身着奇裝一服 時常在家中組織奢靡派對 她是中國第一位擁有自用轎車的女人 與此同時 她也開始賭博 吸大煙 在拍片時遲到 耍大牌 並且力圖自立門戶 自立門戶的想法 源於1927年 楊奈梅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 主人公是一個叫余美顏的奇女子 這個女人為了擺脫包辦婚姻 獨自一人逃到上海 並且最終淪落封城 有一天 她站在陽台上 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 心血來潮 將大把鈔票撒向窗外 引得無數路人竟相爭搶 她扶手下望 字意大笑 楊奈梅立即被這個故事打動了 尤其欣賞余美顏的快翼封城 決定要將這位奇女子的故事搬上螢幕 可是電影公司卻覺得這是一部毫無意義的電影 無情拒絕了她的構思 當即 骨子裡留著叛逸血液的楊奈梅便決定要自立門戶 開山之座 便是要拍一部關於余美顏的傳奇故事 但是楊奈梅雖然日子過得風光 卻沒有什麼積蓄 也不可能從父親那裡得到任何的幫助 就在此時 一雙好色的眼睛盯上了她 山東的五毒大將軍軍閥張宗昌派人來到上海 說她欺慕楊奈梅已久 希望她能夠到山東小聚一陣 回報便是資助她拍電影 張宗昌惡名遠撥 所有人都反對楊奈梅赴約 可是她卻決意孤身前往 本來她以為去了濟南十有八九是要被扣作押債夫人了 但是為了錢 這個險還是值得冒的 張宗昌為楊奈梅籌款倒也盡心盡力 十餘天籌辦了數場舞會 而且億五千金 雖然北伐的戰士繳了她想要金屋藏郊的美事 但沒什麼文化的張宗昌不僅護送美人出境 還愧以重金 半個月後 楊奈梅安全返回上海 楊奈梅孤身入虎口 又憑著天時地理全身而退 還籌購了開公司的經費 確實引業界人士金服其膽識之餘稱讚她神通廣大了 她倒真的成了個奇女子 回到上海之後 楊奈梅開公司租別墅 買器材 又請來知名的編劇和導演 很快便拍成了以余美顏人生經歷為劇本的奇女子 公駕農回憶 奈梅影片公司成立之後 極構進精神富的豪宅和一部新式卡達利克牌轎車 天故用人 飼養馬匹 狼犬 真的傲視群心 擴及一時 其女子上映之後一炮而紅 票房火爆 楊奈梅正是靠這部電影走上了人生的巔峰 而這也給了她揮霍的理由 楊奈梅在一場豪賭中 竟然一下子輸掉了8萬銀元 剛剛興起的奈梅電影公司就此關門倒閉 此後 楊奈梅不得不再次出去演戲 她先是演話劇 但是能拿到的薪水每月只有区区300元 她又加入另外一家電影公司去拍片 其料 電影的末片時代此時已經過去 而楊奈梅是廣東人 國語不好 很快 她的美艷身姿便逐漸從電影螢幕上消失了 而蝴蝶 軟鈴玉等後期的女明星 迅速取代了她的位置 恰好這時 楊奈梅遇到了孫中山顧問 陳少白之子陳軍景 陳軍景曾經在美國留學 對楊奈梅的艷辛身份不但不介意 還特別清新於她獨特的個性 陳軍景成熟穩重 楊奈梅浪漫灑脫 在雙方父母的見證下 兩人很快結為連理 婚後 楊奈梅喜盡千華 戒毒戒毒 安心操持家務 兩人相親相愛 很快就有了一個女兒 她的父母也感到非常欣慰 總算她安定下來了 然而 好景不長 抗戰爆發以後 楊奈梅先後經歷了丈夫公司倒閉 父母相繼離世 家業敗落的一系列打擊 一家人只好移居香港 一家人擠在一間出租房裡 依靠變賣戲軟 艱難度日 這期間她迫於生計 也曾試圖付出拍戲 在香港找不到機會 她便再次跑回上海 殷勤的和電影界的人士見面 對此 當時的報紙還調侃她說 奈梅早已年華老去 但半老徐娘的風韻 卻依舊萬分動人 可能護上人士 會再次敗倒在她的群下吧 不久 楊奈梅便落寞地回到香港 繼續過著日漸潦倒的生活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她開始了無休止的抱怨 抱怨丈夫無所成就 抱怨命運對她太過殘忍 抱怨生活窮困潦倒 可即便如此 她也從未有過去找份普通工作的想法 1956年 丈夫提出了離婚 長大成人的女兒也選擇了離開總是抱怨的母親 跟隨父親前往台灣定居 一無所有的她從此墮落地活著 香港街頭便多了一個風韻尤存 氣質不凡的女乞丐 咬著煙斗沿街乞討 偶爾倚靠在街角台階上曬太陽 全然不顧人們訝異的目光 親手毀掉一切的楊奈梅 就這樣孤獨地熬著日子 1960年2月27日 一代艷辛楊奈梅默默離世 臨走前她留下一言 於忠享前世 如春夢一場 慎思同業後輩 以於為借鑑 得意時 切要留坐後部 為老年時做計算 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